便有網路預約平台 禮拜天藥局排隊人籠照樣 滿滿滿看不見鏡頭 要是一路往後發放號碼牌 不到100公尺 另一家也一樣 民眾頂著大太陽 一等救世好幾個小時 我們排得很辛苦 可以不要排那麼久比較重要 我有去登記啦 可是聽說好像已經破100萬了 抽籤也不見得人抽得到 不方便 也不捨戀 婆婆媽媽們大多選擇排隊 口罩2.0版12號正式上線 則是替廣大上班族爭取機會 但其實開放購買的數量 該怎麼拿捏 幕後推手唐鳳也曾猶豫過 臉書發文 口罩實名制2.0配銷內容 從比照藥局一週三片 兩週六片 再到一次配銷50片 都曾經是討論選項 不過基於公共衛生 專業考量 讓最多人獲得基本所需的口罩 才是最後決定 依照藥局販售數量的關鍵 是喔 應該5片吧 我們大人本身就是 排這個就是為了小孩子 一次5片就有效率 很好啊 這樣比較方便啊 盡量就是可以減少排隊次數是最好的 如果可以我當然很希望啊 根據統計12號上線之後 三天總計115.6萬人次 以供給量700萬片 每人3片計算 約有233萬人能夠買到 超量就得公開抽籤 截至18號晚上8點 還剩117萬名額 生產之後有些事實上還是要給我們的醫療院 這邊首先去用 未來當然會逐漸的把這個量再把它擴充 光是預約到抽籤取貨就得登上近半個月 現在口罩產量日達千萬片 各通路購買數量能不能也增加改成兩週06片 甚至一次零50片 都是中央下階段努力目標 記者林信淺 文文宣 台北報導